字幕志愿者 李慧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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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李慧夷 这环节嘉宾有Samuel Samuel 你好 首先跟大家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普遍下跌 沪深300指数收报3845点跌27点 新政成份指数收报106882点跌132点 上证综合指数收报2836点跌9点 港股方面 恒生指数收报23301点跌83点 国企指数收报9567点跌27点 大肆成价1108亿 Samuel看到今天的市场隔晚美股做好 但今天港股不太跟随 事源美国说新冠肺炎疫苗 有一个好消息 加上美国重提经济 看到导致升500多点 但之后特朗普又表示 在今个星期会采取非常有趣的行动 回应中国推行港版国安法 看到人民币都受压 中港股市都要向下 港股高开到跌 收市都跌80多点 今天又有些三霸行动 明天又期止结算 再加上明天都是国安法表决日 Samuel 你看不见市场大不大机会 可能再跌深一点 暂时你说可能向下望的机会 都叫做比较多些 但是你说消息面上 算是叫做好坏三半的 譬如好像Kerry刚才提到 美国那方面都已经是叫做 可能有一些 又是有一些类似疫苗的消息出来 但是要留意 都仍然是处于临床的第一个阶段 都仍然是叫做 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你说可能和其他 之前也叫做有同类型的公司 也都提到 类似会叫做有些疫苗 但是最快都要 今年的年底才有机会 可能推到出来 所以你说这些消息 就是炒一两下就算了 就不可以拿来做一个 比较长期的指标 同时间本港方面的气氛 都会叫做可能比较差一点 今天下午也叫做 有可能社会运动那些冲突出到来 所以你说 未来可能这些叫做 本地那些的银行股 或者你说地产股 都会叫做有机会再下来 资金方面 你看到暂时就未有太大的方向 反而你说可能一些 比较强势一点的 例如说之前那些新经济股 你说阿里健康 或者平安好医生 那些可能和网络相关的 以及一些之前也叫做 保持强势的物管股等等 这类型的板块 今天都会叫做有个 比较显著一点的回调 就不排除你说资金慢慢都叫做 可能分批 可能放在其他的股份上 但实际上未是真的叫做 有一些很明确的板块 是叫做热炒的 所以短时间之内 我觉得你说 官蒙的气氛都会叫做 比较大一点 始终你说 美国会有些什么的行动 都很取缺于 你说中国明天出来 那些政策 或者详细的条款 究竟会叫做怎样 那才叫做真是可以 你看得出 你说两个个关系 未来下一步的发展会是怎样 所以你说 如果是叫做持有些好仓的话 那可能都会叫做 考虑要减一减磅 尽量你说避免整个市 相对来说 都仍然是叫做 错上错落的 这个风险 那大摩 今天也是叫做出一些报告 是说下调恒指的目标价 去到二万一千多左右 这个水平 那变了你说 可能相对来说 都是说中国和香港那些政策 相对来说 地缘政治风险因素 都叫做提高了 那这一样东西 都是叫做 其中一个因素 它们会叫做下调整个目标价 所以 恒指你说可能短期内 向下跌 你说補了之前二万二的裂口 机会仍然是有 而且你说二万二千五 今天早上开市的时候 已经是叫做碰过一次 而且也是开市做了 全日最高位来说 那走势上 不算是太帥仔 所以你说 一日未成功突破到 这些水平 回到四月份 一直都说 二万三千五 到二万四千五 这一千点的环区间的话 纯粹是当这一两天 叫做一个短期的技术性反弹 不建议在这些位置 太大手去追入 始终的事 Sammy都认为 有机会向下 始终的关系 还未明朗 其实今天也有些顾份 是逆时性的 其中一种 就是出了业绩的石药集团 看到石药中午 公布了 截至今年三月底 首季业绩 股东应佔入利 按年增加了 大概两成二左右 其内的收入按年 增加了一成一左右 公司也宣布了 董事会批准 可能会进行人民币股份 或者中国全托彭证发行 并且计划上科创板 看到它的股价 其实午后 是倒升超过6% 收市都保持到 升到6.7%左右 衷敬回 有可能在上海 科创板上市 这些位置 又能追不追过 暂时未必需要急着追 始终今次升 纯粹炒作 可能科创板上市的因素 会比较多 就着业绩来说 又不算有太大的量点 例如刚才Kiri提到 纯粹方面 看上去是升了一成多两成 但是其实 只不过是包括了一个 差不多接近3亿的 出售附属公司的收益 如果扣除这件事 看回他们自己的基本业务 那个经营日利的话 其实按年是升得0.6% 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变动 要看回整条大数 明明收入都可以升 但是他们在经营支出方面 包括整个销售和分销费用 按年升了两成多 行政费用升了差不多六成 这两个最主要的支出的升幅 都是大于收入来源的升幅 这次是导致整个经营日利 都差不多打平 可能接近公司都会有类似这些政策 始终之前 上一两季的时候 都会看到 可能销售成本方面 会继续上涨 原因就是他们 即使有新的创新药研发员 但是都需要多一点的人手 去帮忙推广这些新药 所以整体来说 整个成本的销售方面 都可能会令到经营日利 可能会拖低一点点出来 其他行政费用方面 请人或者cost control 方面 差不多升了六成 又不算是有一个很理想的数字 所以这次我觉得业绩方面 不算是太大的驚喜 反而纯粹是说 如果把公司放上去 可能是A股方面 科創板上市的话 估值上的确是可以 叫得高于香港方面 这个市场 所以短期之内 有机会叫做炒炒 这个因素 但是要留意 有不少股份 都有一些相类似 譬如分拆上 在A股上市等等 但其实都是充高 一两天左右 你看到中心 其实都是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你说 A股上市 或者科創板上市 这个因素 可以玩多久 又不算是有一些很确实的因素 去支持住 所以你说 单日就这样升 少少上来的话 不觉得有什么需要 去急着追入住 对于石若的季绩 Samuel就认为 都不算有很大的驚喜 不见现在这些位置追 除了石若之外 其实昨天收市之后 金山圆 看到同样出了季绩 但他的表现 跟石若刚刚相反 看到他首季的业绩 其实是扭规为盈 核心业务收益 都有不错的增幅 连大行都看好 分分调高的目标价 当中看到 匯正是赚他的季绩做得不错 目标价升到36元 不过看到他的股价是高开低走 最多是曾经跌8% 结合一个月的低位 收市都要跌7.4% 报24.9% 为什么有得赚 但是股价都变得强弱 一来 可能我自己就觉得 又不算是好过预期太多 純粹手油方面 可能也有两三成的增长 比较缩较少少 但是整体来说 可能其他义务方面 已经开始回归中性 再加上 现在市场炒的 仍然是一个重启经济的概念 即使有一些好玩的游戏 或者出名的游戏都好 未来到下半年开始 大家都真的要回到办公室去做事 可以打机的时间 其实都一定会少了 所以整体如果整间公司 只剩下手油这个业务 叫做占比比较重 又没有太大因素 去支持现在的估值 同时可能其他自己分拆了出来的 比如说WPS的Office的软件 和NASDAQ上市的云业务方面 都已经分拆了出来 如果真的看好云业务的增长 又可以直接去买在那里的股份 那就不需要特意买一些控股公司 因为投资者 往往就会把 可能现在的业务比较稠 或者比较广泛 有一个叫做holding discount 就是可能有一些控股的折扬 反而没有什么 synergy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板块之中 没有可能有一些做到的协同效应 反而在股价或者股值上 会给予多一些折扬 所以整体来说 只炒游戏业务方面 我觉得第一季 第二季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去到之后 大家都可能要回到工厂 或者回到办公室做事 手游方面的业务 不算是太强势 你看到腾讯最近 相对来说都会回到 我觉得都会相应类似的因素 所以你说 这种控股公司 整体来说 现阶段的位置 都不算是很吸引 股值上仍然算是 比较偏合理的水平 就不算是过度低股 谢谢Samuel这么详细的分析 大家都去参考他的意见 都和Samuel申报 以上提告分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持有的 谢谢你 这段时间差不多了 再见